大家好,我是Stan 今天我们先来学一个韩国网络用语 Magicun Magicun是Mask加上Sagicun的新词 就表示戴口罩的时候 跟不戴口罩的时候反差很大的人 一般来说 口罩会把脸部的百分之七八十都会遮住 所以只要眼睛不是长得太过分的话 都会看起来很不错 但是拿下口罩就会 所以在韩国就流行了Magicun这个词 但其实这也不是我们的错 不是不是 其实这也不是那些人的错 因为现在是疫情期间 为了你我他一定要戴口罩 所以最后想问一下大家 你是不是Magicun呢 我是 下个消息是 昨天旁谈孙元旦以韩国总统特使的身份 受邀出席了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办的活动 成员既然在联合国会议大厅轮流致辞 之后也以联合国总部为背景 表演了Permission to Dance 很多人应该知道 Permission to Dance舞蹈里 有使用国际手语做出的 快乐、跳舞、和平的动作 所以在联合国总部的这个表演 真的是让全世界的粉丝们都非常感动了 然后这里有一位 看到旁谈孙元旦手语舞蹈的手语翻译员的反应 引起了国内外网友们的关注 在看到手语舞蹈后就微笑了 为什么我会流泪呢 看到手语翻译员在笑 就觉得好脆泪 好感动 这就是世界和平 最后我们来看一下 TWICE成员中 舞台服装最没有起伏的三位成员 三位 Tahyun 服装都非常适合自己的体型 以端正风格为主 二位 Sana 很华丽却非常有女人味的风格 一位 那样 最适合TWICE风格的穿搭 那样就是TWICE本身 我也想着NASADA进来的 Tahyun真的是没有起伏 每次服装都很漂亮 看那样直拍的话 称赞服装的留言非常多 我感觉 成员子语 这样个子高的成员们 都会穿比较有挑战性的服装 关于TWICE舞台服装 没有起伏的三位成员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对于节快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